随着西方国家对华为的围堵开始松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2月21日发推称 希望美国不要拒绝更先进的技术 且需要努力 否则就会在5G方面落后 对此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24日表示 特朗普对5G的需求 并意识到美国可能在这一方面落后是正确的 华为在全球5G领域领先对手一年 综合美国消费者新闻以商业频道 CNBC 路透社等报道 郭平24日在巴塞罗那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一场与媒体的圆桌会上表示 我注意到了特朗普总统的推特 他说美国在未来需要更快 更智慧的5G 甚至6G 他已经意识到 美国在这方面落后了 我认为他的资讯是清晰和正确的 CNBC截图 郭平重申了华为的立场 及公司从未也永远不会允许任何国家通过其装置进行间谍活动 郭平认为 那些针对华为的行政命令没有必要 也不该释出 他补充说 这会伤害到美国那些依赖华为装置的小型电信公司 华为装置的价格 往往比其竞争对手的技术更便宜 他也指出 华为在全球5G领域 具有领导地位 领先对手一年时间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资料图 郭平当天还表示 华为目前正面临所谓的网络安全方面的挑战 而这一切都是由某个大国操控的 尽管他没有点出美国的名字 但他补充说 美国并不代表整个世界 华为没有美国市场也能取得成功 他认为 世界需要明确的 统一的网络安全法规 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应发挥作用 但这些问题不该由政治来决定 他说 我们需要有可检验的统一标准 它不应以政治为基础 同样是在24日 华为在巴塞罗那 正式释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5G折叠屏手机 Huomatex 2月21日 特朗普释出推文 表示希望美国尽快实现5G或6G技术 且美国必须要努力 否则就会落后 此外 特朗普还称 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获胜 而不是把更先进的技术拒之门外 尽管特朗普的这条推特 并没有提及华为 但他隔天再回应中国日报记者 关于不封锁外国先进科技 是否包括华为的提问时说 我指的是所有人 也包括华为 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之际 西方国家对华为的合理围堵 已经开始松动 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出现裂痕 先是英国政府日前得出结论 认为5G网络 使用华为的通讯装置 所产生的风险可控 紧接住纽西兰总理也明确表态 从未将华为排除在 纽西兰5G建设之外 此外 21日也传出加拿大本土 两家电信企业 正在通过游说 请求该国政府给 华为装置开绿灯的讯息 华为则在同一天宣布在加拿大 扩招200名研发人员 并在当地增加15%的研发资金投入 在特朗普释出推文后不久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 转发推文并写道 总统先生 我完全同意您 我们公司随时准备好通过竞争 帮美国建设真正的5G网络 最后 总统 那 最后 最后 最后